聽聽成語故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海苔哥哥 今天海苔哥哥 要帶大家學一句成語 叫做食言而肥 一口 兩口 三口 四口 吃太多話也會變肥 食言而肥是比喻說話 不守信用的人 這句成語是怎麼來的呢 春秋時代 在魯國有一位官員 叫做孟舞伯 他常常說話不守信用 讓魯國的大王感到很不開心 卻也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而且啊 孟舞伯常常編出許多的理由 讓人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孟舞伯 上次交代你的事情 怎麼這麼久一點消息都沒有呢 你是不是忘記了啊 大王 我絕對不可能忘記您交代的事情 我只是還在思考解決的辦法 所以才沒有回覆大王您的 好吧 有一天啊 魯王邀請所有的大臣和官員吃飯 就在大家吃吃喝喝聊得很開心 又有幾分醉意的時候 孟舞伯卻對魯王很喜歡的一位大臣說 欸 你怎麼越來越肥啊 被孟舞伯這麼突然一問 大臣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呃... 呃... 這個嘛... 大臣看著自己肥嘟嘟的大肚子 很不好意思的低下頭 魯王啊 看見孟舞伯這種不禮貌的行為 感到很生氣耶 就對孟舞伯說 那是因為他吃下了太多話 所以啊 才會變肥的 哎呦... 孟舞伯聽出來了 魯王這句話是在諷刺他 所以害羞的低下頭 不敢再說話了 這就是食言而肥的由來 是用來比喻說話不守信用的人 比如說 弟弟常常食言而肥 所以現在沒有人願意相信他說的話了 所以啊 守信用是很重要的 大家要記住 不要變成食言而肥的人了 陳語故事我們下次見